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平安 很谢杰苏的恩典 今晚有这个美好的机会 一起来学习圣经的真理 也愿杰苏亲自带你祝福门 我们今晚主要谈论是有余的佛人 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 那就是前英国首相才去的佛人 她87岁 已经离开世界了 她曾经说过 若重新再来 他一定不会从政 一定不会去当政治人物 那她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应该就是派军队去福克兰群岛 那时阿根廷论说 英国那么辽远 他们的军队不可能过来 结果才借福人做了重大的决定 他也被称为贴阳子 很多人亲对他的质贵破裂 他一生这么努力 这么有成就 他去世的时候 在家五星级的大饭店里头 除了医生跟父子之外 没有别人不伴他 虽然很多国家的流秀 对他的去世 感觉到很不舍 但是他的厉害 也为我们留下一个问号 一个这么有能力 这么受肯定的人 他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人生应当如何努力 才能够使自己活着没有遗憾 曾经密尔克国外 他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 他能够使自己活着没有遗憾 掌控国家最高的权位 他觉得不能够满足 他请问一个德学家 你告诉我 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是什么 我想追求 这个德学家想不想 是说报告国王 这个问题 你最好不要问 这个问题 你最好不要问 国王说 你一定要回答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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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说 他说 人生最好是不要来世界上 那来世界上最好的是什么呢 我想或许在座心中 有答案 人生最好吗 人生最好吗 中个热透 人生最好吗 人生最好吗 中个热透 要不然嘛 股票赚钱 要不然嘛 孩子来讲 就是考上第一次愿 孩子来说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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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孩子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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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心中 都有所谓 人生最好吗 我说 我说 是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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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利